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一連一度的分手高峰期又到了 請問兩位有什麼預防措施可以分享? 怎樣? 其實沒有另一半 就是最佳預防, 你看看我 不過說分手高峰期 應該說是新的足球遊戲推出 所以就顧著打遊戲機 我早就入手了, 日打夜打 要不要拍拖? 真棒 不過其實打遊戲機和女朋友之間 真的很難抉擇 不過我會在我打遊戲機的時候 安排一些事情給女朋友做 例如看韓劇 如果連韓劇看完可以怎樣? 看馬恆宜或頭五都能幫忙, 是嗎?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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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晚的跑馬地野賽 莫雷拉正值停賽 騎士王的競爭又變得非常激烈 而不少騎士都有頭馬進仗 例如毛衍東 梁家俊 拉維銘 騎普敦 田泰安 和王浩南等等 而羅里亞更加憑著拆騎來自沈澤城馬房的 泡泡達人 以及用天鵬馬房的中華一號喜媽 成績這麼好 騎士王是你了, 炒飯哥 而今晚馬場的另一邊廂 就舉行德國霧尼克啤酒節派對 和各位馬迷齊齊慶祝這項 有超過二百年歷史的德國傳統節慶 現場可謂人山、人海 非常熱鬧 除了有和啤酒有關的遊戲 被各位挑戰一下之外 還有德國知名樂隊大唱傳統文謠 想像他們一樣 一邊享受啤酒 一邊欣賞緊張刺激的賽事 德國霧尼克啤酒節派對 就可以同時滿足兩個願望 第三 明天的沙田日賽 蓮馬斯徐宇錫 將會派馬出戰多場1400米賽事 其中第二場的帝勝之勝 今季配潘頓初出跑相同路程 就能夠在鑽式鑽旗 以及勝利專家之後跑獲貴軍 這次帝勝之勝加配眼罩 又可不可以加出更好表現呢 另外第五場的好友益 一向以田草1400米賽事為首半路程 上季至今跑十三次 累積兩貫、三雅、三貴、一電的成績 包括今季兩戰取得一貫一貴 這次有沒有機會在羅里亞跨下再下一城 至於第十場的靚紫荊 今季表現有進步 初出交由田泰安粗刀 在沒段略為受阻的情況下跑獲貴軍 相隔一個月之後加強備戰 有沒有機會取得香港的第一win呢 馬上留意明天的沙田一賽 第二 兩場國際二級賽 東方標行沙田錦標 以及精英碗 將會在10月22日上演 據說幸運如意和奧斯卡 兩派高分賽區 將會出戰1200米的精英碗 而馬王明月千里 就會出賽1600米的沙田錦標 決戰救女喜連掌聲和壯師飛 明驅雲集10月22日大家記得留意 第一 除了兩場吸制賽 當日也是時尚煲胎賽馬日 馬匹亮相圈將會上演明標時裝會演 有著名藝人江若霖 以及蕭潤邦 雖令一眾無故齊齊齊閒劇 而在早前舉行的記者會上 男子組合Sea All Star 和千雪BB 還即場跟大家分享衣著心得 說明是時尚布泰賽馬日 布泰當然是各位男士們 出席這個賽日的Jazz Cook 想知道更多的時尚提示 稍後錄音搜查線 為你送上男士扮靚促城班 有時分手到火線不是因為打機 一起久了 對方又不是很理會自己易用 看見也不太開胃, 對不對? 易用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接下來10月 時尚煲胎日 還有這個苦力銀袋也是排著來的 但這麼短時間補正 真的好像有點難度 其實也不是很難 一連兩集我請了一位嘉賓上來 跟他大變身, 修理好造型 馬上去看看 煲胎, 據說源自17世紀的 黑羅地亞士兵 以絲巾圍頸固定三嶺的打扮 後來演變成上流社會的服飾 到今天已經是藍師們 配襯的潮物 但煲胎並不是人人都可以配襯 萬一不小心, 潮物也會變成物物 那怎樣才可以配襯出書卷味 或者紳士的感覺呢? 今天請來幾位造型大人 教我們怎樣配襯出 型格的細裝煲胎錄 不過如果模特兒是她的話 就能否搞定呢? 早安, 大家好 好, 我可以拍攝了, 準備好了 不如你先看一看鬍子, 好嗎? 看鬍子? Vincent, 你覺得Ben平時穿衣服怎樣? 很傻, 很隨便 兩個字, 鱧肥, 骯髒, 隨便 那你會怎樣形容Ben的穿衣風格呢? 平時好像去街買菜的叔叔那樣 你見過他穿得最英俊一次又怎樣? 印象中是沒有, 從未英俊過 其實我通常會穿西裝 平時外出都是T-shirt、短褲 我對自己的打扮不是很高要求 而且也比較隨便 那你會否配襯高態? 完全不會 我覺得他的衣著 可以有一點多的時裝感 就會比較好 我覺得與其整色整水 不如穩穩陣陣 我本人覺得 男生穿西裝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 應該穿西裝他應該都可以的 Ben, 西裝的東西 一是不穿, 一穿就一定要健身 今天就帶你來Peki這裡 量身訂做西裝 好, 麻煩你了 不如我們進去量身吧 好, 麻煩你了 好, 我就要做 好, 麻煩你了 我看你了 有一點 你怎麼說 我會不會看你 我會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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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也是一個運動員 所以其實穿隨便的西裝 她容易會帶得到 師傅手工再好 都必須有完美的布料 才可以做出一套清新的西裝 由經驗的師傅 都會按照客人的穿著需要 天氣和場合 再為他們選擇適合的布料 Peggy,桌面有這麼多布料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他們 好,首先以厚薄去區分 例如這些會比較厚 會比較適合冬天穿 而這些會是麻質的 會比較適合夏天 因為它會比較薄 而這些會一年四季都穿得 我們就俗稱叫四季料 如果Bang 我們有甚麼布料是適合她 剛才跟她聊天 我覺得她的性格比較有活力 很年輕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她 可以試一下這些比較淺色的布料 這隻都比較薄 對,四季料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得 你自己喜不喜歡 我都沒試過穿這麼淺色的西裝 可以試一下 好 做西裝就要點時間了 給大家看看 這次Peggy為了Bang 選了一套三件頭設計的西裝 配上一個漂亮的布料 紳士風馬上吹起你 對,Peggy 我看到這裡有四季不同的布料 其實它有甚麼不同 其實以形狀來區分 它們有不同的名字 這隻的邊緣是直身的 就會叫做直 這隻是尖出來的 叫Diamond Point 後面這兩隻都是叫Butterfly 因為它的形狀是像蝴蝶 但這隻的尺寸會更大 所以它會叫做Big Butterfly 最正式的就是這隻 我們的俗稱是飛機嶺 飛機嶺 因為是小的尖形 而這兩隻都是標準嶺 可以搭配布胎 然後出正式的場合 這隻會開得比較大 所以這款的衣服 其實不太適合大布胎 因為大了之後 它會走出布胎的邊緣 那它比較搭配哪款 你覺得你自己搭配哪款 我應該搭配淺色的比較 Picky跟不同意 如果我們剛才選了那件卡奇色 又不一定要搭配白色的衣服 我覺得可以試試其他色彩 好 Ben 這次會做一套三件色的西裝 之前有穿過類似的嗎 沒試過 因為我平時穿得很深色的 現在穿得很淺色的 我想會有一個全新的蘇蹄虹出來 會值得期待 一套西裝 當然不足以令路人變男神 下一集 我們會繼續把Ben 360度 反轉再反轉 誓要幫他華麗變身 看真的,Ben有幾分像許智安 真的很期待他變完身之後有什麼樣子 下集就可以看到 轉頭就會有位型男上來坐鎮 他就是馬長寶特之稱的田泰安 待會他會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要跑得這麼快 待會見 他就是馬長寶特之稱 今晚年 這種傳奇 我會想和你 他會想和你 他會想和你 пош不怕